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路由也编程 咱们前几期讲了一些路由的基本操作 对不对 不过那些个操作 咱们都是写死路由 写死链接 今天咱们要对路由进行一些简单的编程 看看该怎么做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请看 为您念 在前面的讲解中 我是通过 大家请看 Rootlink这个标记 来生成页面的A标记 同时完成URR的充定项 转向 今天不了 今天咱们要通过编程的方式 来实现相同的效果 该怎么做 咱们看 知识点有两个 一个是Rootlink 这是咱们之前的做法 另外一个 大家请看 这是Rooter 这是个对象 Rooter.push 这是个方法 咱们通过Rooter对象的push方法 来实现相同的效果 该怎么做 看实战演习 今天实战演习 其实就这么一个文件 APP.voe 咱们的入口组件 咱们怎么做 看 在模板部分 大家请看 我首先定义了两个 什么HTML5的按钮标记 没有问题吧 然后分别实现了 它们的click事件 这个事件的实现方式 请看一下我的初级课程 里面会给您讲解的 非常的详细 然后这两个按钮事件 分别调用了一个函数 这是相同函数 BtnClick 同时传进不同的参数 库里传1是哈登传2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函数都干了些什么 咱往下看 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其实只干了一件事 大家请看 就是把我当前的这个URL 进行一个重定项 怎么写呢 大家请看 this是本组件 让我$Rooter是Rooter对象 .push是方法 我要push到哪去 或者说我这个URL要重定项到哪去 大家请看 pass给你写上了吧 斜线player斜线UID 这个UID呢 就是传起来的这个参数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库里传1的时候 咱们会重定项到 斜线player斜线1的这个URL去 哈登传2呢 不用说了 这个UID等于2 就是斜线player斜线2的这个URL OK 咱们今天说到这 就马上看一下效果 其实咱们这个Rooter 还有很多其他的写法 咱们一会儿一个个看 然后关于这个Rooter命令 一会儿我再给你讲 咱先看 先把它运行起来 毕竟我这个讯息有点慢 所以咱们得赶紧快运行 好 让它先运行 然后咱们把这段代码 拷贝到咱们的APP VUE里面去 好咱们试试 首先咱们拷贝 摩板的部分 我看咱们在这个地方再建个P吧 OK 大家注意看 以前咱们的写法是什么 RooterLink 然后直接2 然后2一个 又要有链接 对不对 今天咱们不一样了 咱们写B点Click 或者说是冒号2 这冒号2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后面要嵌入一个对象 一会儿我给您讲解 咱们先看看这个B点Click的事件 好 稍等 我接着考 还有这个按钮的部分 也把它考过来 然后整一下行 OK 没有问题 咱们服务器也运行起来 然后马上咱们执行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Go 好 大请看 看不太明显 这都叫库里哈登 这不行了 稍等 我改一下 咱们代码改一下 咱们前期 这个叫库里1哈登1 没问题吧 今天这个 咱们下面这个叫库里2哈登2 下面这个叫库里3哈登3 算了 以示区分 也就是说 库里1的这个地方 库里哈登1的这个地方 是咱们以前的做法 然后库里2 2 然后是库里3 3 这个地方是咱们今天的做法 好 出来了吧 这是以前的 不管 这是库里2 2 这个33 这是今天的 咱们先试试 先来这个库里2 这库里2是干什么的 BTN Click 传1 然后哈登2 传2 试试 看什么效果 go 怎么样 进入了库里1的这个页面 当点击库里哈登2的时候 进入哈登页面 没有问题吧 大家注意看 这两个地方 咱可不是写死的 咱们可用的是事件 咱们可用的是路由的铺市方法 但是实验效果 跟咱们一前期 这两个方法的效果 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再试试其他的写法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我不这么写了 BTN Click 我不这么写 我这么写行不行 大家请看 我这么写 是实现一件什么事 我刚才写法 是到这个球员自己的主页 我现在写法 是不是主页了 是他下面的一个数据页 直接练过去 看看行不行 试试 库里2 直接到数据页 没问题 哈登2 到哈登数据页 换句话说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它不仅仅可以链接到自己的本页 还可以链接到它的子组件 没有问题吧 这是一种写法 接下来 咱们再看 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是什么 我不传pass了 我传name 这个name是什么 这个name是指 我要想把我当前的URL重定向到哪个组件上去 可以是player 可以是其他的profile 可以是任何的组件名 对不对 后面呢 跟一个参数 然后咱们因为是UID 咱们这个是UID 跟着UID 重名啊 但是无所谓 它呢会认到 咱们其实是这个UID 大家请看 这个变量 才是咱们的参数 前面这个呢 是参数名 好 咱们试一下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呢 会重定向到player组件里面 据同时传参数UID 看一下 试试 够 你看 大家请看 问题来了 这地方我点了 为什么没有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在这么 实际这个工作中 也有的问题 大家请看 为什么我点了 没有效果 但是 我这个 稍等 但是大家请看 我这UR 其实是正常的导航了 可是却没有效果 这是为什么 二 一 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player组件 咱们前期做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接收到UID的时候 接收到的是一个数值型 咱们给它传过去的 是数值型 对不对 但是它本身 我判断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字符型进行判断 所以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地方 咱们加一个tostrain就可以 这个是扎了脚本的写法 OK 这样的话再有问题 我就要看看我程序哪边的不对了 是经事不到 学义不经了 试试 出来了吧 行了吧 什么什么 什么是一个是这个字符判断 一个是数值判断的问题 OK 没有问题 那咱们接着往下走 如果你们听明白 没关系 您再回头再把我干这个视频再看一下 接下来该干什么 接下来仅仅是给您一个演示 不对咱们今天这个例子产生任何的效果 干什么 咱们push一个什么 咱们在这个URL中给它传一个get串 这get串 咱们也传UID 当然这个UID的写法 对咱们的组件来说不生效 仅仅是让您看一下这个URLget参数的写法 好咱们试一下 大家请看 跟现在这个有什么区别 我点了 够 大家请看 是这样写的 它不是斜线了 是问号UID等于1 这个呢 问号UID等于2 这种接入参数方式 咱们这个程序中没有实现 所以说下面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让您知道 它原来可以这样能传餐 就可以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干什么 这个是利用浏览器的history属性 来进行前后的翻页 或者说来进行到 定位到某一个履历上去 咱们看看 比如说 稍等 咱们这减-1 对不对 试试 你看 这是往前走 看 一直在回退 然后这个咱们还可以写成正1 正1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浏览器的这个履历 往前走 -1是往后走 这个有java脚本经验都知道 朋友都知道这个写法 这个我就不给您赘述了 OK 接下来 还有一个知识点 要给您说 哪个知识点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咱们以前的写法 差在哪 差在一个冒号吗 对不对 以前咱们不加冒号 那么就直接写路径 对不对 今天加冒号了 就不行了 要写一个java脚本 或是js的对象 这对象里面的内容 大家注意看 好像俩见过吧 对 就是这个push里面的参数 写法是完全的一样 换句话说 我不写this router push了 我直接把push里面的对象 以这个冒号2的方式 嵌入过来 行不行 完全可以 你记住完全可以 就OK了 所以说 咱们看这效果 我上面这个呢 是传player 然后呢 传uid等于1 没有问题吧 是库里自己的首页 然后下面呢 是player2 然后是哈登的数据页 看效果 是库里3 哈登3的地方 走 库里自己的首页 哈登3 哈登的数据页 没有问题吧 写法是冒号2的写法 里面的参数呢 跟咱们Rooter push的参数呢 完全的一样 那就可以嘛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路由编程的知识啊 不知道您理解了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传到YouTube YouKu的观众观看 同时是这样 就是说 呃 我发现啊 因为我目前来说呢 准备在B站上传一些视频 但是感觉 呃 我先把这个基础课程做好之后 同时呢 我正在申请B站账号 而且我发现吧 我这个B站账号 我以前的视频呢 有好多悼链啊 这个我也挺头疼一件事 我呢 等我申请完账号之后呢 我可能还要再做一些 一个B站视频的整理 呃 有兴趣看我这个VUE基础 讲解的视频的朋友呢 呃 请看这个URL 这个里面呢 是我官方的讲解啊 呃 在这个YouTube上呢 是这1080的高清 以其他的链接啊 其实都是悼链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 还没有时间去整理 有时间呢 我可能会一个个去申诉去整理啊 那个到时再说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